我叫板家小温一名超越者 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你感觉第二赛季的大师收容井 现在单刷起来难还是不难 来三二一 把答案打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里 我先来说下我的感受啊 打超异常体是相位的收容井呢 我觉得不难 特别是暗喻这个本 简直可以说是勇气的专属副本 超异常体呢 可以直接逃课不用打 boss呢直接站墙角 用碎弹扫就完事了 闭着眼过 但是打超异常体是同调的收容井 我觉得是非常的难 比如有同调气球怪的斐 有同调金刚罗汉的阿尔法 韩镜和希格马 真的 如果你是勇气玩家 这几个副本打死不要去单刷 说实话 这两天打大师本 真心给我打破防了 咱就是说 这同调怪是不是有点太超模了呀 首先我是勇气玩家 主武器克制相位怪 那么我副武器带蓝叶 配上摇篮里的手枪同调克制 这样搭配没问题吧 应该是最佳选择了吧 毕竟另外一个同调克制的是弓弩 打同调怪的话 我总不能拿反取弩一件一件射吧 OK好 那么接下来让你们看看 这货有多折磨人吧 首先就是打不中的问题 话说本来他头顶上的这玩意儿就小 就很难打 我还得拿着手枪边跑边打 这怎么打啊 难道听下来他不动我不动 我俩中门对局吗 OK对局也行 那来呗 那你们看看这伤害和防御的差距吧 我十几枪抵不上人家一枪 怎么对啊 说实话本来我以为是我蓝叶的问题 模组搭配的不好 伤害可能不太对 但我去打boss的时候吧 发现伤害没问题 打冰箱怪一万多 到他这就减一半 你说气不气 OK蓝叶不行 我的问题 我换武器 回去之后我换了把尖叫十的零别礼 结果呢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打小怪暴击两万多 打boss暴击也是两万多 模组没问题 伤害也没问题 就是打同调怪少一半 当然了 这还不是最折腾人的呀 最折磨人的就是头顶这个小东西 你打掉之后 只有五秒的输出时机 但凡他跑快了两步 你追上去慢了两步 头顶上这小玩意儿 都会再蹦出来气你 嘿嘿不爱 而且更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就是 你想逃课都逃不了啊 他不像西塔和暗玉 打不过就不打呗 直接能绕开他 这寒劲的超异常体吧 出现在厨房开门那里 你打不死他就到不了boss那里 阿尔法和斐的超异常体呢 都是两只 这俩货那是全程追你 不离不弃 你去哪里他去哪里 追你那还哭实烂 地老天荒 不弄死你 那是不会罢休的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大师们别单刷 刷一次修装备的成板 比开箱子开出来的东西都贵啊 真的是毫无意义好吗 以后要想刷魔佐 那跟组队一起刷呗 不过大白杀玩家除外 倒我没说 当然了 以上的这些问题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菜的问题 我咨询了很多人 单刷大师收容锦的感受 他们给我的回答都是 很轻松 超简单 没压力 大白杀 通杀 百娘 你再练练吧 等等之类的 嗯 那么有没有懂勇气的大佬呢 出来说一下 到底是我的问题呢 还是游戏机制的问题啊 这同调怪到底该怎么打 才能跟他们说的一样轻松啊 评论区等着你的解答好吗 跪求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